过年的餐桌上我都会做上这道菜,紫棋东来,寓意裁员滚滚,生活甜甜蜜蜜,我们先把山药和紫薯分别切成薄厚适中的片,全部切好后放入蒸锅,水开上汽,大火蒸15分钟,然后用叉子把山药和紫薯像我这样给它们压成泥,压得越稀越好,再分别揪一块,像我这样揉成一个一个的小球,摆成一串葡萄的造型,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桂花酱,这个酱,桂花香味浓郁, 甜而不腻,用它还可以做小朋友们爱吃的各种小甜品,直接淋在葡萄上就可以开吃了,软嫩香甜,好看又好吃,学会了,过年的餐桌上,你也给家人露一手吧,桂花酱是用采摘的新鲜桂花,并将其放入清水中清洗干净,将桂花捞出,沥干水分,放入干净的容器中,在桂花中加入适量的白砂糖,搅拌均匀,将容器密封,放置在阴凉通风处,腌制两到三天, 将腌制好的桂花酱放入锅中,加入适量的水,用小火慢慢熬煮,不断搅拌,直至桂花酱变得浓稠,即可关火,将桂花酱倒入干净的容器中,密封保存 制作好的桂花酱可以用于制作各种甜点和菜肴,例如桂花糕,桂花糖藕等